好 姬若晨 竟敢犯我妖族圣地 原来你就是名山妖皇 既然知道 还敢前来破坏铃犬 简直是找死 破坏铃犬 我们进紫星宫 就是为了破坏铃犬 是 来不及解释了 赶紧带着音音离开这里吧 别以为你替我镇住妖族 就可以命令我 妖子你走 那就一起走 原来这只是幻影 肯定还有别的入口 是 姬若晨 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修为禁服了 我也没有想到 堂堂的一个哲仙 竟然成了国师的马前卒 也真是好笑 他们追上来了 前有狼后有虎 怎么办啊 你们看哪儿 找到了 那边是紫禁宫的入口 我们先拖住他们 颜颜 你跟若晨赶紧进紫禁宫 你们怎么这么相信他 现在可不是毁书毁卷 是毁灵穴 颜颜 就算若晨熊妖毁天毁地 人是没错的 你跟着他就是了 试尔若晨没时间了 紫禁宫出事稍纵即逝 再不走 不知道又要等到何时了 快走 谢谢你们 相信我 沈阵 我们拦住一封 不必 快走 随我追 快走 站住 快进去吧 快进去吧 快 师姐 颜颜和若晨 应该已经进去了吧 任务已了 我们走 秋水修 快走 别管我 秋水修 走 追 这西玄派的弟子 他果真是奸诈 居然用专刻仙术的困仙阵拖延时间 如今这月圆已窥 再想进紫禁宫 恐怕要等上一段时日了 看来这西玄 真的打算毁掉天下灵雪 我即刻便改回京城 将一切情况告知青儿 让他与我一起替天行道 诛杀西玄 如此甚好 这里哲先不用烦心 一来那明山妖皇已经追入紫禁宫 二来呢 还有我等在外面守候 再次安营闸寨 是 国师 这个西玄弟子该如何处置 这茫茫大漠也是无聊得紧 将人所言是了 每天棍子招呼上去 看他那几个同门会不会来救他 明白 接着给我搜那几个西玄弟子 是 怎么办 师姐 现在贸然冲进去 国旦救不了秋水师弟 连我们自己也得踏进去 还是先离开这里 从长记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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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